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悅 歡迎回到我們的學校模擬器啦 我目前已經經營三年了 然後學校其實也建設了好像蠻多的有沒有 那現在... 我想一下我們上次最後是做了什麼 印象中是我多開了一些班級有沒有 我現在原本只有四班 現在我有16個班級 然後上次我有發現到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的公共區 真的... 真的不夠啊,你懂嗎? 所以我決定我要來改個區域喔 我現在直接把那個運動場移除 公共區也移除 然後呢... 把公共區移到這裡 這邊就是公共區 然後運動場改成裡面 我只能說沒辦法 我真的不希望那個公共區太擠啊 公共區好像椅子和桌子越多越好的樣子 那這邊就是野外露營的感覺有沒有 我們還可以種一些花花草草什麼的 不過...等等再搞 我現在大家都跑去吃飯耶 早餐時間 我這個學校食堂蓋得很大 就是有這個優點啦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發現一件關鍵的事情耶 我的門在亂放耶 門就是只能走這種地方 還不錯齁 OK 那總之目前也清得差不多囉 公共區只是要桌子和椅子而已 其實還可以放一些垃圾桶和洗手液啊 當然沒關係 反正這邊就是給學生快樂野餐的地方是嗎 我們就是放一大堆 蓮儀桌啊蓮儀桌 OK 目前我規劃這樣還不錯吧 我還以為還有一些樹蟲 然後有一些座位給他們做 然後就運動場這邊喔 這個其實也沒有 就是單純健身的感覺而已啊 健身椅 所以也不用就是額外放什麼又沒的 而且老實講我從來喔 就沒有看過 就沒有看過學生用運動椅耶 健身椅真的有人在用啊 OK 總之我目前這個全部都蓋起來的話 這些公共區什麼的就成立了 喔公共區好像還沒成立 欸等一下這個不是 靠腰 我是白癡喔 我 哎呀我在幹嘛啊 我直接把那個垃圾桶當椅子蓋耶 我在幹嘛啊 我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啊 OK如何目前這樣子 有沒有 他們在這邊做體育課 但是從來我就沒看到他們用健身椅 然後公共區也規劃好了 目前就看有沒有人會來這邊 就是 運動什麼 欸不是運動 這邊應該比較算彈琴說愛 好像就是 下課的時候會來吧 休息時間會來 喔目前是吃飯時間 大家應該是會去擠食堂啊 喔然後他們吃飽飯就在這邊有沒有 快樂的聊天了 呵呵呵 彈琴說愛的地方啊 OK 那我目前也 也上次的規劃也規劃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來 欸等一下有隨機時間 學生草召參加校 要讓校童參加當第二比賽 是可以啦 反正我錢很多嘛 娛樂加一把也不錯 然後再來 什麼東西我還有什麼任務 要我蓋學校公園 對 嗯 哇我這邊怎麼那麼多 喔沒有 這個是可解鎖的 我現在還解不了 我要做的應該是 先把任務解一解 哇怎麼還那麼多任務啊我發現 呵呵 天哪 他目前要我分配一堆 工人路線欸 反正就各分配五條嘛 這個我就稍微隨便拉一下就好了 OK我目前就是可能隨便分配了一下有沒有 好讓他可以在校門裡面走來走去 然後就可以解了 再來我們還有一些什麼要接收轉學生的這些任務 我還是先不解啦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亂源你知道嗎 雖然說他給我好像也沒給我很多錢 之後再說啦 總之我們應該要繼續建造一些教室啊 比如說我現在要來建造美術室 藝術研究 這個肯定是重要的 自由藝術還有實驗 OK啦一口氣研究好了 我們今天就是看能不能把整個學校的一些 教室有沒有 能夠教學的全部蓋一蓋 總之如果我們要規劃新教室的話 應該只能從 右邊這邊好了好不好 畢竟我這邊耗一些土地啦 我就把它利用乾淨 總之先把這些圍欄拆掉好了 拆完之後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美術室他會需要11x5 而且這個東西一年級和三年級可以使用 然後自由時間可以獲得娛樂度 那這個感覺很重要啊 蓋這邊差不多吧 不然算啦這樣就好了 OK美術室 然後呢我們就用在這邊 蓋這個牆壁把它圍起來 哇他這個好像 不是很好規劃 主要是他要放很多畫架吧 我就先放這樣子啦好不好 反正同一個時間應該不會有太多人來上這個 才對 我們就這樣子 喔然後他們真的來這邊畫畫欸 這個是他們在學範谷是不是 這個是星空喔 這個是吶喊 這個我好像也看過但忘記什麼 這個是那個創世紀 應該啦 阿怎麼沒有那個 蒙娜麗莎呢 世界名畫怎麼能沒有呢 他們怎麼每個人都這麼會畫啊 OK 總之我們還個任務 Yes 豪華地板研究 我好研究什麼豪華地板有必要嗎 我不是應該要研發那 那個 我不是應該要蓋這個實驗室嗎 等一下 豪華地板 好啦點一下啦 雖然我目前都是用一些連架的東西 欸他還有要叫我蓋那個音樂室欸 好藝術跟音樂有關 一三年級是美術 然後四五年 欸不是不是四五 二四年級是音樂室就對了 音樂室 我們這樣拉起來 這邊就是藝術殿堂你們懂嗎 右邊這個是藝術館 藝術館 然後這邊是 生活館 我覺得還不錯喔 哇然後這個地板怎麼感覺有夠醜啊 不過算了我都蓋了 音樂室 音樂室你們會需要什麼櫥櫃阿 隨便放 然後重點是鋼琴阿 櫥櫃什麼的不重要重點是鋼琴 只是我根本沒有去過什麼音樂室你知道嗎 他們會怎麼擺設阿 一般會放很多鋼琴嗎 鋼琴很貴 我們放八台 然後還需要椅子欸 音樂室需要椅子 上課用是不是 OK 那就這樣子一整盤的椅子 哈哈哈哈 我是不知道阿 但總之這個就是我們的音樂室好不好 還行吧 到時候一三年級就會來這邊 二四年級就會來這邊上對不對 果然二四年級唱音樂課 然後我們又可以還任務了 爽阿 喔果然有 電腦能力有沒有 這個就是 我研究的那個 東西有沒有 實驗室 阿這邊是藝術館欸 然後我實驗室要蓋在這裡嗎 這邊好像蓋不了了欸 11乘5喔 其實我可以蓋一個超長的實驗室對不對 這樣子 呵呵呵 好像也可以喔 隨便阿 這邊也不是什麼阿 這邊就是 比較神奇的區域阿 然後這邊做實驗爆炸有沒有 音樂室的還以為哪個人 那個彈奏書這麼勁爆的演奏有沒有 不是欸 他要我 研究的是機房 欸他要我蓋機房不是實驗室欸 所以實驗室跟機房是不一樣的欸 OKOK 那上面這邊是機房阿 下面是實驗室 怎麼感覺這個這麼糗阿 這邊一大一響 你不會覺得看的不舒服嗎 我是覺得有一點阿 不過這也無所謂啦好不好 總之他要我們先蓋機房阿 我們就先蓋機房 要 喔機房就比 就是電腦式阿 為什麼會翻機房 那就是這樣一整排阿 小時候最喜歡上電腦課了 有沒有我們就這樣子 可是電腦課你要 黑板幹嘛 我怎麼不記得我以前學校的電腦式 電腦教室有那個 黑板 OK阿 總之這個機房也搞得差不多 阿機房是幹嘛的 喔機房是數學加成 數學 數學 OK 我們完成 然後還有科學嘛 建造實驗室嘛 WOW 為什麼解水道對東西阿 實驗室的話要實驗櫃和桌子 行為進 OK 隨便擺了一下 這邊就是做實驗用的有沒有 我們到時候可以看他們怎麼上課 欸 這邊很髒欸 我們看一下他們怎麼上課 音 呃 音樂教室就了小提醒吧 然後 上數學課在這邊吹喇叭 阿為什麼他們不幫我鋪地板阿 是我的問題嗎 喔 他們正在這邊上電腦課 上得很開心 阿實驗室呢 有人會做到爆炸嗎 不知道 真的有人在這邊做實驗欸 哈哈哈哈 好扯喔 還不錯阿 這邊還行 然後我們就可以完成任務 然後招生到一百名 確定這個早就有了 招生到兩百名也有了 我的天阿 三百名還沒阿 但是實際上是可以到的 然後我好像 基本的能蓋都蓋得差不多 對不對 哇靠這東西 建造十二座位的一年級校是 更小的班級規模 會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我看一下我還有什麼都可以解的好了 更小的班級 欸我還可以那個欸 購買土地研究阿 還是我要先從上面開始解阿 不然我會忘記哪邊有解哪邊沒解 轉學生我都先不解啦好不好 豪華食堂 要我額外再蓋一個新的食堂 可是重點是我不知道蓋在哪 算了算了 我們先研發那個土地擴張好了 看能不能購買土地 這樣學校應該就可以變得更大了吧 我好不容易把那個 這邊有沒有 蓋得這麼好 阿你跟我說還可以再擴大 太扯了吧 不過如果能擴大倒是可以啦 因為我這邊 我現在看的真的很不爽 我一定要把它往外開一下 而且我發現我這邊真的很髒很髒欸 他們到底在踩什麼阿 為什麼會踩到這邊一堆髒髒的東西 沒有辦法啦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錢嗎 我直接先把上面這邊 雖然我還沒有要規劃 但是先把它鋪地板好了 不然我快受不了了 反正就會先切出我要的空間阿 喔第三連第四天了 目前我是先設計這樣子 欸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總是會像這種地方會破一個 就少鋪欸 明明我應該是圈起來的阿 他有時候會有怪怪的那個 BUG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清潔功效再多一點了 這邊真的太髒了 再多一個 喔然後我們目前研究完了 我可以來購買土地對不對 哇靠這太扯了吧 我現在其實低端怎麼這樣子 我其實還可以再往右開耶 你認真的嗎 這遊戲是能玩到多大阿 我的天阿 所以他最多就是120 然後這是90 上他的高是120 左右是多少阿 210吧 太扯了阿 來啦我們這邊再開一下 哇靠 我這邊真的又開出去了欸 雖然這不是我的本意阿 不過我終於可以把這邊稍微擴出去了 好不好 至少要一樣寬嘛 OK 總之目前這樣規劃還不錯齁 順便還可以完成個任務阿 校園附身確認 nice 然後小班級 我先把一些比較簡單的解決好了 像這個供水配給和配電 這個應該是比較省水和省電的嘛對不對 就也不是什麼額外的新東西 對對對 蛤 這一排都是那個耶 這三個都是那個 節省開支的耶 這邊都是節省開支的耶 那我當然直接全點阿 節省開支很棒阿 雖然說他有什麼太陽能板什麼 但我目前看應該是 我應該是沒辦法改阿 就只單純可能 我看不見 這個學校應該是會有屋頂的有沒有 可能屋頂有放風力發電和 太陽能板吧 總之我目前應該是沒辦法發電的 因為他這個沒有電力阿 他這個就只有錢而已 然後為什麼一堆很髒的腳印 到底從哪來的 我真的是不理解耶 我應該也沒有地方可以讓他們踩阿 到底是從哪裡踩得這麼髒的阿 等等就有人說很髒 好像也沒有阿 喔這邊 看到嗎 學生會給我踩這種東西 好啦 在這邊幫他開一條路阿 雖然說他們會可能繞一點路走這邊 但是 他總不可能再走出去阿對不對 然後這邊封起來應該就不會再變髒了 OK觀眾 我目前呢 已經把那個 節能這些東西點差不多 只差這個 然後除了這個還有這個學校建築是我們可以確認的阿 這個就是 什麼豪華設計的嗎 這不重要 等於我現在這個節能的也點了 然後他又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任務有沒有 欸等一下我發現其實這遊戲有太陽能板可以放欸 喔哈哈 真的假的阿 奇怪阿 那我怎麼會沒看到阿 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有欸 設備怎麼有欸 我其實已經把那個抽水機 那個自動抽水機都點出來了 所以這個只要放一個就好了是不是 還是這個其實沒啥意義阿 我其實不確定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放在這裡面好了好不好 這個區域就當那個 呃 設備區 阿他有辦法畫區域嗎 我猜應該是沒有阿 對阿他沒有 他就是單純的 我可能在這邊放個抽水機 然後他會比較爽是嗎 我就放一個就可以解了 欸也沒有阿 這個不是這樣用的嗎 使用電力於抽其水源 多餘的水無法出售 喔我這個目前每天會多一百塊是不是 然後電費一天扣四塊 這是也可以幫我賺錢的意思是嗎 啊白癡喔這個 他要我蓋抽水機我蓋更好的了 先蓋個抽水機看看 然後我那個太陽能板也繼續在點喔 風力發電機也在點 現在我們就是在發電賺錢是嗎 欸又過一天了阿 看來今天要把所有的設備都蓋得出來 好像要花一點時間內 喔蓋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完成對不對 可持續水源 確定 然後還有一個可持續電源 太陽能板我是蓋 也研發完了啦 太陽能板可以放在裡面嗎 哇 太神奇了吧 太陽能板可以放在裡面喔 這個 我一天電力收入會加17塊 這真的沒問題喔 我太陽能板放在裡面 這是不是那裡怪怪的阿 然後這個東西水利收入一天加40塊 這個加100塊 那我當然用自動收水機阿 這個 欸等一下這個是不是很貴阿 這該台要1400 我蓋也沒差吧 就是賺錢用的阿 我是可以在這邊放自動收水機阿 就是這邊當水利防有沒有 然後之後這裡面放風力發電 哈哈哈 感覺超白癡欸 怎麼會這樣阿 而且目前好像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可以我蓋欸 就剩兩個吧 其中一個是這個 公園的我還沒蓋過 美化其實沒啥用 但也是可以蓋阿 之後再蓋 我先把這個風力發電機研究一下 看看風力發電機可以幹嘛 就拿來填空間嘛對不對 畢竟我上面這邊其實應該也沒那麼多辦公室給我放 喔那我風力發電機蓋好了 來看一下風力發電機 超級貴 然後這個東西還不能轉彎很好 哈哈哈哈 風力發電機放在 放在房子裡 還可以轉欸太扯了吧 哈哈哈哈 這顆真的沒問題嗎 那我現在就先不解任務啦 我先把一些 各位看我科技其實點超過一半 我先把一些被動技能的點一點 像這種招生到700的我就可以先點嘛 然後 有解鎖新東西的我就可能先不點 像這種清潔的有沒有 我就可以先給他點 或者像這個衣物師升級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點上去 並這個東西 就只是增加學生的恢復速度 然後讓他可能學習前變長之類的 這些小東西我們就先點一點 我差點完之後應該這一年就結束了啦 因為他這個其實蠻花時間的 OK各位已經到第九天我公園總算研究完阿 剩下隨便點 那我現在終於可以來規劃公園了阿 最後一個設施居然是公園 欸其實他有回收設備阿 那我這個應該就不要先點 回收的是在這裡阿 這裡在這裡 這個我們也點一下 今天就是要把能開的區域全部開完阿 就只缺這個阿 那公園的話 我真的很不知道要蓋哪 蓋左邊這邊好了好不好 先蓋這邊 公園要15x20是建議耶 哇這樣才15x8而已 我好像沒有什麼好 這邊阿 右邊這邊好像不錯阿 這邊剛好是一個公園區阿 15x17 勉強阿好不好 勉強可以阿 圈起來 學校公園就在這裡 然後他需要長椅魚池什麼的 但是我順便想要把這個 美化一起蓋進去你知道嗎 但是阿這個好像也不一定要蓋在這個地方 阿總是我先 隨便蓋 欸這個我好像也頂不了阿 因為我還需要裝置藝術研究阿 但是那個跟我們的設施比較沒關係阿 就單純比較奢華吧 跟我們的那個 多功能豪華食堂這些有的 是差不多 就奢華的東西 這個對我們現在來講不是很好蓋阿 所以來我們就在這邊 蓋一下那個公園吧 地板先換成草皮阿 草墊 貓的雕像 狗的雕像 還叫什麼 剩下就長椅了阿 可以在這邊散散心阿 OK目前呢就這樣子 這邊是公園有沒有 還不錯 欸阿這邊直接被切掉就怎樣阿 這貓的雕像被切掉阿 總之目前這邊就公園了 會有學生來嗎 有欸 然後我這邊居然蓋的沒有對稱耶 我在幹嘛 改一下改一下 肯定要對稱一下的 如何如何這樣有阿 帥喔對稱 只是怎麼感覺都沒有人來公園阿 現在是吃飯時間阿 所以沒人要來公園是不是 然後這回收得到六小時才搞得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學園最後一塊平圖阿 喔各位 那個回收已經好了 那回收設備我們就該左邊這邊好不好 這邊剛好有沒有 他需要五成五 但我們給他大一點 這邊就是回收區 我覺得目前這邊還不錯好不好 這邊是回收區 其實回收兩邊都用一下會比較好吧 因為我喜歡左右對稱阿 所以雖然 阿算阿這邊放垃圾好了 這邊是垃圾 然後下面這一區有沒有 就取消掉 阿算阿這也不用取消阿 反正這邊就垃圾 所以我們可以這邊圍那個地板 然後這邊回收區我們也給他地板鋪滿 所以他回收區應該也會需要放東西吧 阿他這個需要室內 哇 那我們就這樣子圍一圈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右邊這邊的那個 垃圾場也弄室內好了 然後他裡面只要回收箱就好 這邊就放一大堆回收箱是不是 然後相對的我們右邊這邊就放一大堆垃圾桶阿 其實這邊垃圾應該放一大堆垃圾桶的 就不用像這樣子 這邊有沒有放一大堆袋子在地板阿 然後學生要丟垃圾也可以主動把東西拿來這裡丟 天才設計 然後下面這兩個區域就可以取消掉了吧 哇這樣有兩塊欸 好啦隨便阿 先把他擺整個送貨好了 然後接著就是 等他們蓋阿 這樣我們這個學校也算是大功告成 室內完成好不好 這邊是回收箱 然後這邊是垃圾箱有沒有 這個 感覺今天應該是蓋不完阿 欸沒有好像勉強可以喔 因為六點才走阿 現在大家都還在這邊開心的跑著阿 瞬間一個那個 呃 一個時間到達就跑了 但是員工還沒下班阿 員工趕快幫忙 蓋一蓋 蓋完再下班了吧 加班一下不會死的 蓋完蓋完可以 蓋完了 欸喔這邊怎麼有個回收袋阿 不管 總之目前阿我們垃圾 欸 垃圾區改一下 這怎麼跑出來了 垃圾區 nice 喔 目前學校是 真的是幾乎完工了欸 然後剩下的這些研究 可能就只是 小東西的有沒有 真的就只剩一些小東西 我們最後再把這個 任務完成吧 欸 我記得為什麼完成不了 喔不 是這邊才對 確定阿 公園確定 OK 剩下的東西就是 奢華的東西 之後就 就這個就之後再解吧 我們迎來了這個學年的最後一天阿 來看看我們 這個 16個班級阿 就我們今天玩的就是 一年嘛 一正年 我們來看看我們經營16個班級 什麼設施都有的情況下 能不能讓我們的學校排名更上一層樓 然後就是 能不能 欸 考試取得超級高分阿 好不好 看一下 來來排名我們原本500多 哇 太扯了 我從500多跳到170耶 我的天阿 這裡有一家人見人行的學校是我的競爭對手 來看一下 這個不要再顯示了 我知道 欸他有點追很快耶 他原本也是500多 現在192了耶 好猛喔 唉唷 簡單模式度過一整年 達到250的排名 然後我看一下更多成就 他既然有簡單模式代表有些成就超難對不對 硬核模式度過這 這個我應該不會解 我們就輕鬆玩就好 然後哇我們年級是A加耶 我記得是 去年是A吧 我沒有 那個 評分升上一級 不錯不錯 但他有A加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還能做得更好的感覺 清潔度像他就有一些沒鋪好的嗎 我們的目標就是看能不能爬上學校第一名是不是 學校排行榜第一名 他升到2500 阿我多少 我才2000耶我差了整整500耶 太難了吧 蘑菇聯盟打到250的排名 然後看一下 時間線是什麼 不合格的 原本還有人不合格 但是後面 喔 是那個第一年有人不合格 後面其實都是合格 然後現在 看一下資金 越來越來越賺錢耶 人數越來越多耶 看一下考試成績 之前都會有人 有一兩顆不及格 我們來看一下 一年級全部及格 只是沒有100 我這是精英學校了吧 天哪 還是有一些 的確還是有一些沒有很好的 那目前就 還行 OK 我們下一學院年了好不好 雖然我們的學校已經建設的差不多了啦 你懂嗎 但是 我們還是有一些 小任務沒有解完 那這個就我們 下一次再解吧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一集就抄襲到現在這 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助一個喜歡 然後什麼經驗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